接下来关心今天疫情的最新情况 国内今天没有新增本土的确诊 但是有多达6例的境外移入 其中一个20多岁的女性 从美国回到台湾 她已经打过2G BNT的疫苗 是突破性的感染 请注意看CT值11 这代表病毒量相当高 还好在一入境 因为有症状送医来采诊来确诊 所以没有进到社区 那么最近大家都在演绎呢 这个农历节返乡 能不能够10天住在防御旅馆 4天回家居家检疫 来减轻防御旅馆的量能呢 感染科医师李炳颖就说了 按照过去的观察 境外移入呢 有3%的人在居家检疫 最后4天发病 那么有进入社区的风险 所以如果要做 就要搭配好配套措施 包括每天在家要快筛 第10天跟第14天 都要PCR来采检 降低社区的风险 另外今天庄人祥 也特别针对这个问题来回复了 接种AZ之后发现怀孕 第二剂可不给其他的厂牌呢 庄人祥认为 这第二剂跟第一剂 应该要同一个厂牌 暂时不开放混打莫德纳 来避免混打引起的副作用 造成母体或胎儿受到影响 马上来看今天指挥中心 针对疫情的最新报告 手术手板大大的零 显示本土零确诊的好消息 31号国内新则6例 尽管移入个案 没有死亡个案 只有第二例 它是为突破性感染 那这个个案是在8月初的时候 有接种了两剂的BNT疫苗 这一例遭到突破性感染的 20多岁女性从美国回来 CT值只有11病毒量相当高 这也让最近讨论相当热烈的 农历春节期间 居家检疫能不能改成10天住防疫旅馆 剩下4天回家检疫 再度引发讨论 因为只在防疫旅馆住10天 真的够吗 你如果是10天就 就换到居家检疫的话 有3%的机会 他会在那个居家检疫的时间 就发作症状 那这样是不是会有把病毒 传染给社区的风险 我们是不是能够 另外做一些配套的措施 避免这种情形发生 比如说加强你的筛检 感染科医生里并建议 除了第10天要回家前 还有第4天居家检疫结束前 要PCR筛检外 在家里的每一天也要快筛 而且一定要跟家人保持距离 拥抱等等亲密接触是大忌 最好都要打过两剂完整疫苗 家里也不要太多人 你如果居家检疫的话 家里面的人数是不是要限制 这个也是一个议题 就是你大家庭如果是春节的时候 大房源一下子来了几十个 那个亲戚朋友 亲戚的话 那么只要里面有一个可能的病毒 就可能会造成很快速的社区传播 春节返乡到底能不能10加4 还没有定案 本土疫情好不容易稳定 但遇上农历春节 防疫旅馆量能吃紧 怎么兼顾国人返乡和社区防疫 恐怕将是一大难题 华视线员王星宁黄兆 顺商政杰台报道